舌头发黑是什么病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承志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舌头发黑它主要指的是舌胎发黑 舌质是达不到发黑这个程度的 舌胎发黑它主了两端 要么是寒比较胜 要么是热比较胜 如果看见舌胎发黑 舌胎比较粗糙 另外还有大概就是说像我们在烙饼的时候 把饼烙糊的那种样子那种颜色 另外舌胎的表面缺少精液 这说明是一种食热 而且是热胜伤筋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是舌胎单纯发黑 甚至用灰黑色 舌质是比较清紫 这种的话 而且舌胎上的表面上精液比较多 这种的话往往是由于寒胜 或者说是寒疾引起来的 不是说舌胎发黑一定煮热 舌胎发黑也煮寒 它煮寒疾也煮热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